前面我们就了解了宿主型对象的创建问题 关于这个地方要注意一点的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并不是说把对象完完全全 变成了一个宿主对象 它这个apply的执行方式 有点类似上面的代码 就是给对象添加相关的012这种属性 以及添加了一个nense属性进去而已 它并不是把它变成一个宿主 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实现我们出处化的问题 也就是选择器的一个实现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调用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GQ的使用过程中这样写的话 返回的是一个GQ的对象 这个函数直接调用就返回一个GQ的对象 而我们平时前面学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定义一个函数 然后这样定义了之后 然后6一个在外面6一个这样才会返回对象 但是GQ很明显不是这样写的 因为它的设计也很 它的背后的软力也很简单 就是给使用者也方便 是不是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考虑一下 我们怎么样实现这种 达到这种目的呢 如果你在这里写一个Return 比方说这个 这里Return一个6 既然外面不弄 我们自己内部这样主动弄一下行不行呢 Return一个6 Return6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这种方式行不行 我们我也经历了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就引入了我们刚才写的这个脚本 Mini Square 然后呢 停加一个这样空的脚本段 页面上有两个DFA 这是后市做准备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这样写了 停下来之后 我们直接可以在这个页面里面进行测试 这次之后你打开那个控制台 就润显一个DFA 这个显示器我们是没有实现的 润显你就可以看到出现这样一个错误 就是什么呢 这个对战一出是不是 然而也很简单 因为我们在这里写的话呢 它就会进入一个死循环 你调用这个GQuery跑到这里来执行 然后你又在这里调用一下 这个6其实也把这个函数执行了 是不是 前面我们都学过了 所以它就会是死循环 那么这种方式呢就不行了 你说不管你这个6这种代码出现在哪里 直接还是进去都不行 那怎么办呢 那有人说 刷个对象嘛 不简单嘛 有点类似行不行了 好 我们也可以测试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就刷新一下啊 好 刷一下 不报错 是不是 不报错 不代表着没问题啊 比方说这个DFA 回车 我们转扎的看一下 我发现这个跟个Windows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啊 呃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类似 它是在润形式决定的 而这个润形式的时候 这个润形式 就在这样直接调用的时候 类似指向是谁啊 指向是Windows对象 所以的话呢 这样写也不行 不行的话 那个怎么办呢 回忆一下我们前面学过的知识 是不是我们学过这种情况 我们在这个 比方说我们在这个页面里面啊 如果我们构建了一个Funk型XX 这个XX 如果你要在这里 再给这个XX的软形里面 啊 别让这样写啊 这个软形里面 别让我构建一个INIT的方法 然后 然后 干什么事情呢 我在这里呢 就Return一个类似 那么这个软形里面的成员方法 Return类似是谁呢 是不是其实就是把FF当作构造器 然后6一个FF所产生对象 所以说这个类似指向呢 就是把它当作构造器产生对象 那我们也可以测试一下 怎么测试呢 我们还加一个属性 比方说叫一个XX 这样写上 写完了之后呢 你这个地方要处理一下 是不是 这个F的话 我们就可以Return Return什么呢 FF点燃形 然后把这个函数呢 也调用一次 把它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函数来使用 那么我们就可以 在这个页面里面呢 进行一个测试 测试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 FAR等于FF 将有一次 然后你看一下FF的话呢 直接回事 是不是返回的就是一个对象 然后它里面呢 有XX 那就说明什么 它返回的是不是就是 等价6一个FF了 因为6一个FF的时候 它是可以访问到这个XX属性的 这里面也可以 是不是 那么进入这个知识顶的话呢 我们自己的实性的话呢 就可以参考这种方式 好 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这样的啊 首先我们在这个软型里面呢 添加一个INIT的一个方法 这样啊 当然我们也模拟一下 比方说GQuery 比方让我们版本等于0.0 多添加几个啊 还有这个宿主型对象 是不是 添加一个Lens 默认指示0 比方让还添加一个方法 GQuery都有这个方法的 是不是 放个醒 Return一个Lens.Lens 一日我们前面学的 是不是在这里呢 就是要干什么事情 是不是Return GQuery.fn.init的一个方法 调用一次 就OK了 然后这个GQuery我们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呢 就可以进行一个测试 我们直接就打开6.7 这里没写任何代码了 因为在控制台测试 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一些 接下来Return就等于 这个DFA 好 看一下Return有没有GQuery之类的东西了 好像没有 是不是 又有点问题 有人说你这样写 好像怎么会没有呢 刚才不是这样写的时候有吗 我们看一下代码的一个差别 在这里写了这个 然后这里呢就直接掉印了这个 这里呢 也是Return了一个GQuery.fn.init 那两者有什么本质的一个区别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是这里漏了一个什么东西 压根就没实现了 是不是 这个有点疏忽 是不是 那是把它写上 接下来我们再在这里测试一下 刷一下 Rresult等于 这样写上 然后result 发现这个就有了 是不是 有了之后的话呢 也就是说 我们就基本上实现了 第一个步骤了 就怎么样 有那个 返回那个对象 已经搞定了 是不是 但是你冷静地想一想 是不是 但是我 没写这个 你还有点怀疑 是不是 因为这个地方的确有一个漏洞 是什么呢 如果啊 如果是怎么样呢 如果你在外部 比方说我在这个页面里面 把这个initvrresult2等于 点fn 这个地方就是那个 接溃软型对象 是不是 我直接把它当成一个构造器函数来使用 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 result2 你看一下 回测 它有没有那个什么接溃 就是在我们在这里添加的 接溃认识这些属性呢 没了 为什么 因为你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普通的构造器来使用的话 类似 指向的是谁 指向的是通过它来创造出来的对象 而不是这个 把它当成构造器创建出来的对象 所以这个地方呢 要注意一下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啊 我们画一个图啊 这个地方如果 如果int 我们都知道 如果把这个东西当成init 是不是 你要6一个对象的话呢 首先是找不到的 这个6一个对象出来了啊 6个对象出来了之后呢 比方说这里是它的一个对象 它内部不是有个这样的proto这个东西吗 这个对象本身没有那个结溃认识 它就会找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会找到它 它的那个软型 所对应的对象 在这里找 那这里呢 很明显 init的软型 基本上里面啥都没有 是不是 所以说 如果你把以后想像这样 把这个init当成构造器来使用的话呢 你就是要对这个软型做一个手脚 等价是什么呢 这个软型就应该等于 这里呢 是gQuery 这里是gQuery的软型 把这两者相等 当它这样 让你在想6一个init创进出的对象 想有gQuery nose之类的时候 找到这里来 这里又等于它 是不是可以找过来 所以呢 gQuery软板呢 进行了这方面的一个处理啊 它是这样实现的啊 所以我们把这个代码也改一下 它是怎么实现呢 它这里的6一个这个东西 是不是把它当成构造器来使用 然后这里呢 还是可以返回一个return一个 但是呢 接下来还要一个代码 就是这样写的一个代码啊 就是gQuery 然后点fn它的那个构造器 初始化 是不是 等于 点软型 prototype 就等于gQuery 点fn 它的软型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刚才图的一个东西啊 这样写了 它就是这样考虑了啊 就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初始化构造器来使用 如果你不写这个 然后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函数调用 也行的 前面我们已经印证过了 是不是 这就是gQuery内部的一个初始化的一个实现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测试一下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 好 然后我们还是像刚才那样 resort等于dfa 然后resort回测一下啊 这个有点很有点类似gQuery了 是不是 找它的软型 然后是不是gQuery认识就找到了 相应的你也可以测试一下 gQuery 这个都处理好了 是不是 这也就是gQuery的一个实现 关于初始化的一个问题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那个 什么呢 就是那个选择器 我们还没有实现 是不是 gQuery软道里面 它的选择器实现的话呢 它有什么那个 select 以及上下纹 我们就把它尖紧一下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 选择器和上下纹 我们就不可以那么多 我们就搞个选择器 模仿它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选择器的初始化功能 就是选择软数的功能呢 我们就把它转嫁到初始化这里面来 好 把它写到来 写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的选择器的功能呢 也不想象极块的那么强大 是不是 各种功能都有啊 ID啊 类啊 什么什么 层级选择器啊等等 很多 是不是 我们就实现一个很简单的 比方说我们是以标记来实现 Elements 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document.get elements by tag name 然后把这个选择器弄过来 好选择了这个软数是不是啊 然后是不是要勾进一个数族形对象 这怎么勾进呢 是不是按照我们前面我们说的最性能最高的 Array 点Prototype 然后点Push 然后点Apply Apply等于什么 是不是这个地方应该就应该传一个类似过去了 用这个此时类似此相呢就是GQuery对象本身嘛 所以这里传类似然后参数传什么呢 传Elements 这样写了之后呢就选择器的功能呢就实现完毕了 我们也可以测试一下啊 好 这样 Aphair Resort就等于GQuery的一个DFA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对标签 实现了标记标签选择器是不是 回撤 然后Resort看一下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GQuery的感觉了 第0的燃数就是一个DFA啊 我们也可以测试下Resort的杠 直接杠0访问 它就是一个DFA是不是 这个有那么感觉啊 这就是GQuery燃码的一个内部的一个 精进化实现啊 它的初始化内部1.2.6 至少1.2.6是这样实现的啊 这是今天我们要学的内容 或者初始化的一个实现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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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啊